大家好,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像标题党,但其实还真的不是 之所以说听起来像标题党是因为 说美国4月4号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是一个千年大计 而且它是够让全世界闹心100年的 但不是2017年4月4号做出来的 什么时候呢?100年前,1917年4月4号做出的这个决定 之所以说它又不是标题党,是因为虽然这个决定是在100年前做出的 但是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和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事情,和我们的处境都有直接联系 所以可以说它是1000年以来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之一 说千年大计也就不为过了 现在有个流行词说是千年大计,是和设立雄安新区有关的 不断有朋友建议说咱们是不是也聊聊雄安新区这个事儿啊 现在在国内很疯,去雄安买房子 有空呢咱们是可以聊一聊 新华社说它是千年大计 我说它能影响20年就不错了 你还真以为它能够把雄安建成金陵那样的六朝古都吗? 要能做到那样的话呢,说得上是千年大计 但是1000年扯太远了 离那个目标差太远想太多了 然而1917年4月4号发生的这个事情啊 确实说得上是千年大事了 那么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天1917年4月4号美国参议院 以82票对6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决定 加入英法协约国集团 投入一次世界大战 对德国宣战 其实美国正式成为一个交战国是在4月6号 因为那一天是众议院以373票对50票通过了同样的决定 但是参议院的结果4月4号先出来以后 基本上大局已定了 这个事情就板上钉钉了 中国的历史教育是说当德澳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拼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美国参战是坐享愚人之力是下山摘桃子来了 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宣传的观点 它本身与事实不符合 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来讲也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这个决定呢 它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一件大事 它的真实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就是一般在中国大陆接受那个历史教育的人所理解 它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坐收愚人之力啊下山摘桃子啊这样的结论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哪呢 这事的重要性不在于美国参战带来了什么结果 因为美国参战带来的结果是很确定的 它意味着一种指定的胜利 就是说它加入英法协约集团就意味着德澳集团的注定失败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于美国是否参战是犹豫不决 因为他的本意是想充当一个和平缔造者 所以这个事情重要性不在于是说它直接带来了什么结果 它的重要性在于是说美国如果不参战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结果 那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要假设历史了 一说假设历史 有些朋友就不太高兴 说这个历史是不可假设的 那对于这种观点呢 我是既赞成又不太赞成 说赞成是因为你如果是搞严肃的历史学研究 你确实不能够随便假设历史 因为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事情它是这样发生的就不是那样发生的 你假设也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作为研究文化和政治的 那么合理的假设历史 却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一种重要方式 合理的假设是我们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 目的不一样 因为你搞纯历史学研究 你的目的是探寻真相 你去假设就没有什么意义 而搞文化和政治研究 你的目的是总结经验 这个时候合理的假设就是一种学习方式 而且提出这种假设的经常还不是我们这种无名之辈 是一些大咖 谁呢 比如说假如一百年前美国不参战会发生什么 提出这个观点最有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 丘吉尔在1936年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就说如果美国不曾参战 那么1917年春天英法集团和德澳集团就会坐下来谈判 就已经讲和了 那么战争在1917年春天就会结束 其结果之一是俄国不至于崩溃的如此彻底 那么共产党就不会在俄国夺权成功 那么共产主义掌权就不会出现 法西斯也不至于在意大利掌权 其结果之二就是战争在1917年结束的话 德国能取得一个体面的和平 不至于在1918年在巴黎和会上被凌辱的体无完肤 那么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所煽动的那个民族复仇的情绪 就没有土壤 希特勒也就不至于上台了 所以丘吉尔的意思呢 总结起来就是说美国不参战 战争在1917年结束 那么20世纪人类的两大恶魔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会登上历史舞台 无数的鲜血和生命就可以被拯救 那要站在咱们中国人的立场上 把这个丘吉尔的观点再往前推一步呢 也很自然 对吧 如果战争在1917年结束 那就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嘛 就不会给中国输入马列主义 所以今天一切的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 就不会再有什么习近平和川普怎么博弈这种话题出现了 也不会再有朝核问题出现了 而历史被改变的关头就是1917年4月4号和4月6号美国国会做出的决定 丘吉尔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啊 是在1936年啊 那是因为当时正是斯大林在苏联搞大清洗 在乌格兰制造大饥荒的时候 也正是法西斯在欧洲崛起的时候 丘吉尔是忧心如焚 所以他将当时局势的糜烂 尾过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的皮斯麦和英国的丘吉尔 我认为是近1000年来欧洲最有远见的两个政治家 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是海军部长 但是由于在加里波利登陆战的失败 这个作战计划是他所支持的 所以他就被迫辞职了 在一战后期他就被排斥在这个战争决策层之外 对很多重大决定没有影响力 这也是他所隐恨的 英国人呢有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 就是他们一般反对做颠覆性的变革 而一次大战带来的结果恰恰是颠覆性的 他打破了欧洲原有的秩序和传统 从而在这个欧洲这个废墟上 在思想的荒原上啊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像野草一样的疯涨 这个让丘吉尔非常痛心 他是希望能够让俄国和德国 他们的传统和秩序得以保留 这样更加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呢 你不能不说丘吉尔的这个看法是远见着实 那么丘吉尔他把这一切糜烂的责任 尾过于美国人合理吗 其实在1917年当时 也有不少人持同样的看法 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 曾经写信给美国总统威尔逊 和总统的亲信豪斯上校 就引用了政治圈里面的一些人的看法 认为美国如果当时能置身事外 不直接投入战争的话 会对和平有更大的帮助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说了啊 英国人这么说很自然嘛 因为英国人不喜欢美国人来抢他老大的位置嘛 同时你美国不参战 你怎么能摘到桃子呢 你怎么能够去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 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大国呢 其实这种说法呀 也是很值得存疑的 因为以美国当时的国力 它事实上就已经是个大国了 它的地位就有点类似于 中国楚汉战争时期的韩信的那个地位 就是说它相处则处罢 保汉则汉亡 它保持中立 那就是天下三分 如果美国当时能够合理的运用这种优势 以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 它是能够做到强迫各个交战国坐下来谈判的 达成一个各方妥协的和平 即使是在当时美国民情民意汹涌 支持参战的情况下 即使是在之前 维尔逊总统提出了一些和平倡议 不太奏效的情况下 美国当时还是有别的选项来缔造和平 而作为和平的缔造者 不管这个和平是怎么达成的 那么你在未来的国际秩序当中 必然伴有举足轻忠的角色 并不是说只有你全面投入战争这一条路 那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呢 在这一百年当中有很多 咱们就不去复述了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是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教训 它充分说明了 比起一个没有和平的胜利 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 更加值得争取 假如战争在1917年结束 交战国集团 没有一个能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 它就只有坐下来谈嘛 大家互相妥协各退一步 那么所取得的是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 可是实际情况是1918年 德奥集团被彻底击败了 那个时候呢 世界迎来的什么呢 是一个没有和平的胜利 而没有和平的胜利 它由于没有公正的基础嘛 所以它维持胜利维持的时间不长 不到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卷土重来 更多的鲜血和生命被消耗 包括美国人自己的 更严重的是呢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蓬勃成长 呈蔓延态势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这一切都和美国投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 所以说它是一个千年大事 是近一千年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 是不为过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德国搞无线潜艇战 它想封锁英国的海上交通线 所以对进入战区的船只不加警告 一律加以摧毁 那么被击毁的商船和邮轮上就有美国的乘客 比如1915年那起著名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 那么这种事情是严重刺激了美国的民意 这个无线潜艇战一度被停止 在1917年1月的时候呢 它又恢复了 所以你这个就只能说是德国政府当时自己作死 再有一个事情很值得一提 也是一个作死的事件 就是当时德国在1917年初的时候 试图和墨西哥做军事上的结盟 让墨西哥在军事上牵制美国 阻止美国对德国作战 交换条件呢 是给墨西哥政府大量的财政支援 以及支持墨西哥收回德克萨斯 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 结果这个相关的电报被英国给破译了 送到了美国驻英大使的手上 严重刺激了美国政府 所以它干了两件事情 恢复无限制潜艇战 刺激美国的民意 想和墨西哥搞结盟 去穿夺墨西哥打美国 去刺激了美国政府 所以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那句真理 就叫no do no die 就不作死就不会死 你说你穿夺墨西哥去打美国 你不是有病吗 你不知道它当时德国政府脑子是怎么想的 这个构想几乎天方夜谭 而当时的德国政府 还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可行的战略去实施 所以除了脑残作死这样的词之外 你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要纠正一个长期以来 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历史教育所灌输的一个观点 说落后就会挨打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因为落后是个相对概念 你如果相对于世界上一流强国来讲 绝大部分国家都是落后的 可是没有几个挨打的吗 那你说弱小就一定会挨打吗 也不是 因为这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弱者的生存之道 而且人类社会啊 它会自发的形成一种稳定平衡的关系 而这种稳定平衡的本身 就是对弱者的一种保护机制 因为你强国欺负弱国的话 那不仅仅是你们两家之间的事 而是会破坏整个体系的内在稳定性 所以它最后反过来也会作用于强国自身 让你得不偿失 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今天就更是这样了 所以落后不至于导致挨打 弱小也不会导致挨打 只有欠揍才会导致挨打 一战时的德国就是典型因为欠揍挨打的 它去捣鼓墨西哥 是吧 想支援墨西哥去打美国 还想分裂美国的国土 那你说你这不是欠揍吗 你是逼着别人跟你宣战 他本来不想参加战争的 你这么一搞 他也不得不对你宣战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如果是朝鲜挨了揍 你说它是因为落后才挨打的吗 那也是因为欠揍才挨打的吧 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 好像和昨天有点矛盾了是吧 因为昨天咱们说文王一怒安天下 武王一怒安天下 这个一怒一冲动 我们对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可是今天说美国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 造成了战争不可逆转的后果 导致了20世纪一系列世界大事的发生 好像是对这种行为持不太肯定的态度 那么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呢 我觉得我反而是比较赞成 北宋诗人黄庭坚所说的那句话 叫做百战百胜不如一忍 万言万当不如一磨 那这两个观点矛盾吗 咱们说文王一怒安天下 武王一怒安天下 是从人性的立场出发 在那个历史关头 人性本身 文明本身受到了威胁 人类这个共同体的粘和剂 良知这个东西受到了迫害 那么它就影响到了整个人类文明 影响到了我们子孙后代和全部的未来 在这种历史关头 你作为一个人性还健全的人 你有愤怒有冲动 这都是正常的 也需要做出果断的决定 采取行动 所以在这种历史关头 哪怕是冲动 它也是有合理性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些时刻 虽然这个战争的规模比较大 破坏比较大 但它是一个物质的结果 它并不是一个精神的结果 就是人类文明这个本身 它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威胁 你像第一次世界大战 它本质上是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 参战国基本上是欧洲文化圈的国家 他们在这个对文明的认识上 还是比较有共识的 那么战争的结果呢 导致的也就是王朝的更帖 地图的改化 这一类的结果 而不会说对整个文明的存续带来威胁 所以在这种历史时刻呢 那么你行动的准则 就和我们刚才讲的 文王一怒安天下 武王一怒安天下 和这种情况就要有所差别了 所以说这个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有多样性 我们是不得不承认的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那么现在朝鲜这个事情是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头呢 那也是见仁见智了 关键在于当事人的选择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以后我们再根据时事的发展做进一步的评论吧 谢谢大家